你不觉得奇怪吗 人手蛇身的女娲 长得四张脸的皇帝 三头六臂的哪吒 他们明明是一副怪物模样 为何却被奉为神奇 享受着世人的供奉 我的表弟无眼 从小就对历史文化很感兴趣 因此努力考上了四川大学的考古系 毕业后 顺利进入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从事考古研究工作 这本来是一份轻松且令人艳羡的工作 他也对各项考察充满热情 但是一个月前 无眼突然被单位停机留职 单位要求他休息一段时间 他回家后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 期间滴水未尽 我小一心疼儿子 强硬砸开了门 却发现无眼圈缩在衣柜里 头发凌乱 双目痴红 近乎疯狂地在写着什么 因为我在物证鉴定中心认知 偶尔会涉及到笔记鉴定 因此小一曾把那些 被钢笔笔奸化的破烂不堪 并沾染着血迹的笔记本拿给我看 试图从我这里得到一点线索 但是那些由杂乱线条组成的 甚至不能称为字迹的涂鸦 实在是难以辨认 对此 我只能表示遗憾 后来小一破于无奈 只能把无眼送去了精神病院 奇怪的是 仅仅过了三周 他就康复出院了 一众亲戚都很高兴 毕竟无眼从小就品行端正 是我们这一辈里典型的别人家的小孩 为了庆祝无眼康复 小一邀请了亲朋吃饭 饭后 无眼说有事想和我聊聊 把我带去了他的房间 房间早就被小一收拾得整洁有序 不像先前那般杂乱 无眼从书架拿出一本 精装插画版的山海经 他随手翻了翻 突然说道 你不觉得奇怪吗 人手蛇身的女娲 长着四张脸的皇帝 三头六臂的哪吒 还有那些凶神恶杀的神仙 他们明明长着一副怪物模样 为何却被奉为神奇 享受着世人的供奉 神话只是古代人民表现 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 与想象的故事 考古专业的无眼 比我更明白这一点 我阐述了我的观点 他却摇了摇头 不 不是想象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 他颜值凿凿 双眼赤红地看着我 这让我感到有些害怕 我不由得怀疑 把他截出医院 是否是正确地决定了 为了避免让他情绪激动 我决定顺着他的话说 嗯 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呢 他压低了声音 神情有些癫狂 我看到了 一句脸上有三只眼的尸骸 就在督江艳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兴趣 据我所知 五眼四个月前 确实去督江艳 进行过一次考古活动 但具体的内容我并不清楚 难道就是那次考察 导致他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小眼 能给我说说 你在督江艳那边 发生了什么吗 我说完这句话 他忙地转头 看向窗户 然后像是看见了 极其恐怖的东西似的 开始捂着耳朵尖叫起来 他来了 他降临了 五眼歇斯底里地 重复着这句话 这番动静很快就引来了其他人 就在房门打开的瞬间 五眼看了我们一眼 随即用力推开我 跑到阳台跳了下去 这里是21楼 小一当场昏厥了过去 五眼虽然是自杀 但当时屋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还是被警察叫去 例行询问了一番 我如实告知了警察 关于我和五眼的谈话内容 房间有监控 能证明我并未撒谎 只是 五眼跳楼前那个眼神 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他到底看见了什么 令他恐惧的东西 这让我很好奇 后来 我反复看过那段监控 实在找不出任何异常的情况 我只能认为 是五眼的精神并未康复 当时有什么东西 让他产生了幻觉 但是 在五眼下葬后的第四天 我却收到一份 由他寄给我的快递 怀着好奇心 我拆开了文件袋 里面装着一达照片 以及一支录音笔 奇怪的是 我翻看了所有的照片 它们大多因为曝光过度 而无法查看所拍摄到的内容 仅有少数几张虚焦的照片 勉强能看清 拍摄的环境 是在一处类似于洞穴的地方 录音器里面倒是有很多段音频 声音确定是无眼本人的 内容是那次 都江宴考古工作的日常记录 但是那些音频 有一部分遭到了损坏 我从中整理出了一些信息 2022年11月27日 下午两点左右 四川省成都市辖区内的 都江宴市 发生了一起2.5级的地震 震源在龙池镇附近 地震波很短 只有4公里 在四川 地震很常见 2.5的震级 并不能引起任何恐慌 在茶馆里打麻将的人 甚至连屁股都懒得挪动一下 但是 当天下午5点 五眼的单位 却接到龙池镇派出所的来电 要求立即派人 前往位于洪口乡的二郎庙 说是这次地震 导致了庙宇附近的山体滑坡 工作人员在一处裂缝下 发现一座怪异的 一丝古墓的建筑 但是 考古二队的廖飞队长 对此并不太重视 因此安排了五眼 带着新来的大学生 陶修红和秋山 前去做初步的勘探 他们接到任务后立即出发 于当天晚上8点左右 到达了洪口乡 在景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来到了二郎庙正北方向 一公里外的半山腰处 那是一处300多米高的小山 在100米左右的阴面 裂开了一道宽度约2米 长度达10多米的裂缝 那道裂缝隐藏在茂密的树林里 本来是不会被发现的 可是地震发生后不久 一束营兰泽的光闪现了两下 吸引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无眼一行人跟随工作人员 来到裂缝处 他这才明白 为什么民警会说 这个地方有些怪异 这道裂缝 像是被斧头劈开的一个窝口 边缘规则平滑 不像是因地震造成的 山体滑坡或垮塌 由于工作人员年纪较大 不敢贸然钻进裂缝 他只好用望远镜和探照灯 观测了一番魅力的景象 然后发现了那些疑似古墓的建筑 在无眼等人到来之前 两位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绳梯 登山稿 探照灯等工具 无眼在录音期里强调 当天天色已晚 照理来说 是应该等到第二天再进行勘探的 但是当时他被一种强烈的好奇欲望所驱使 不顾两名同事的劝阻 执意要下目 在顺着绳梯下降的过程中 无眼描述 他像是走在一条通向地狱的无尽道路上 尽管有探照灯发出的强烈白光 但是那种幽深静谧的环境 让他本能地感到恐惧 从录音也能听出来 他急促又粗重的呼吸声 这种呼吸声持续十多分钟后 无眼突然惊恐地尖叫了起来 这 这不可能 随后的音频就变成了 仿佛是受到磁场干扰 而形成的刺耳的电流杂音 这种杂音长达一个多小时 而再次听见清楚的录音时 无眼的精神显然已经有些不正常了 我看见了 看见了巨大的尸海 有三只眼睛 是真的 神话传说是真的 类似的话语重复地出现在录音里 而且还伴随着无眼癫眶的笑声 除此之外 录音器的最后一条录音 只有三秒钟 是无眼平静地说了一句 它要降临了 我不知道给我寄快递的人是何用意 我可不会认为寄见人会是无眼 但不可否认 这些东西确实让我颇为在意 我本不想参与其中 然而 旺盛的好奇心让我抓心脑干 于是在听完录音后 我便查阅了无数关于二郎神的资料 也请教了历史系教授 得到的答案却是众说纷纭 我思前想后 决定去考古研究院 找当时与无眼一起参加都江宴考古的 桃修红和秋山 询问一下情况 但令我吃惊的是 这两人能清楚地回忆起 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然而 他们所说的与无眼的记录大相径听 秋山是第二个下目的 时间在无眼下目后的二十分钟左右 说下目其实不太准确 因为通过绳梯下降到那道缝隙的底部后 他才确认 那里并没有目视 只有一些体积较大的石块堆积着而已 要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这座山的内部似乎被掏空了 形成了一个犹如被密封的瓶子一般的山洞 当时 秋山惊讶于这种自然奇观 以至于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无眼的异常之处 直到桃修红也落地后 他们才发现 无眼神情兴奋 全身颤抖地在呢喃着什么 桃修红说 听起来像是一些神仙儿传说呀 山海经之类的句子 据他们所说 无眼当时似乎陷入了一种梦眼的状态 他们都曾听老人说过 不能随意叫醒梦眼的人 因此他们把无眼安置在了一处平坦的石头上 自己完成了采样和看看 大约在一个小时后 无眼清醒了过来 可是那时候 他的神情很是癫狂 完全没有顾及秋山和桃修红 急匆匆地爬出洞底 立刻驱车回了成都 此后 无眼的行踪就变得神秘了起来 作为同个小组的两人 在两个月内 竟然只见过他四次 而且每一次他都一着邋遢 心色匆匆 直到2023年 年后不久 无眼被单位听心留职 几人就没再碰过面 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 并要离分秋山整理的勘探报告 由于并不是什么重要机密的文件 他随手就给了我 我把秋山拍摄的照片 和我收到的快递里面的照片进行了比对 可以确定是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 对于无眼所说的 脸上长有三只眼的尸骸 我经过多方查证 基本可以确定 是他因为精神问题所产生的幻觉 我本来已经决定不再调查无眼自杀一事 可是 在无眼投其之后 小一上门造访 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 而我母亲已经是他唯一的亲人了 他说 自从无眼死后 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 梦里的无眼 被一群长相怪异的神仙分而失之 我问小一 为什么会认为 哪些怪异的东西是神仙 他愣了许久 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 但难道不是吗 神仙都是异于常人的 一阵诡异的沉默后 这个话题被跳了过去 可是从那之后 我和母亲都开始做起了相同的噩梦 我们的精神日渐为民 开始变得疑神疑鬼 甚至在白天 也会出现噩梦里的可怕的幻觉 虽然我们及时做了治疗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 母亲开始供奉各路神仙 日日上香祈祷 而我最终决定 前往一切的源头 二郎庙位于五威景区 龙溪虹口国家自然保护区内 周末的人流量很大 庙宇内香火鼎盛 正殿里供奉的就是二郎神 他双耳垂尖 浓眉三眼 精神高作 无数信众对着他虔诚的跪拜 他享受着世人的祭祀与供奉 我突然想到五眼跳楼前 曾问过我的那个问题 为什么明明是怪物模样的东西 却被人们奉为神奇 我紧盯着那座高大的雕像 试图从中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突然之间 二郎神额头上竖着的那只眼睛 动了一下 紧接着 有淡淡的银蓝色的光 从中弥漫出来 迅速笼罩了整座庙宇 然后 我看见二郎神的脸上 逐渐长出了更多的眼睛 密密麻麻的 填满整个脑袋 他站了起来 挥舞着凭空出现的三尖两刃刀 向我刺来 我这才发现 连他的手背上也长满了眼睛 我恐惧得无法呼吸 如同面临即将撞过来的汽车时一样 只能眼睁睁看着刀尖越来越近 直到捅穿我的身体 小伙子 可不能盯着神相看啊 就在我快要窒息而死时 这句话 把我从恐惧的深渊里拽了出来 我瘫软在地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手脚不自觉地在发抖 衬衣早已被汗水浸湿 站在一旁的中年女士 被我的模样吓住了 她赶紧对着二郎神相作一跪拜 口中念念有词 天神莫怪 天神莫怪 年轻人不懂规矩 她拉着我扣了三个头 又让我伤了一炷香 在此期间 我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下来 女士名叫杨主 是一名虔诚的佛教信众 她双手合十 说道 只要虔诚的供奉 天神会赐予我们神性 疑惑永生的 你我相遇即是远 又是本家 我愿意度你一程 她从一个陈旧的红色小布袋里 拿出一张黄色的纸地给我 上面用藏语写了些文字 我对藏语并不算熟悉 只是偶尔会为一些诡异的凶杀 或自杀案件的证物 遗书做鉴定 因此勉强能认出 黄纸上的几个词语 祭祀 肉体 肥声 这也让我不有想到 无言那诡异的跳楼行为 再加上母亲近日烧香供奉的行为 我便收下了这张黄纸 而我这才发现 黄纸背面 还画着一幅古怪的图案 那是一团有无数触手 与眼睛交缠在一起的图案 图案正中间 隐约是一张低着黏液的大嘴 它的颜色介于红与黑之间 令人感到生理上的不适 这个图案给我一种隐约的熟悉感 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在哪里看见过 很难想象 佛教会信奉这样的怪物 但杨儒对他的行为 并未多做解释 无论我怎么追问 关于这几句 藏语和图案的意义 他都不愿透露更多的信息 当我想要他的联系方式 以便后续联系时 他给了我一个坐机号码 说如果有事 可以拨打这个号码 因为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探访那道裂缝下的洞穴 所以 当杨女士拜完二郎神要离开时 我并没有多做纠缠 在杨女士离开后 我便把那些藏语和图案拍照 发给了关系要好的同事张远 请她帮忙翻译 并查找一下相关的线索 下午六点半 二郎庙的工作人员下班了 我便花钱请他们拿上工具 带我去了那道裂缝 在下降的过程中 我和无言产生了相同的恐惧 我的呼吸也不由得 变得急促粗重了起来 大约下行了六七十米 我惊恐地发现 探照灯的光被吞没了 我颤抖地喃喃自语起来 这不可能 那是一层异常漆黑的空间 尽管它能吞没光线 但绝对不可能是黑洞 为了求证 也为了让我自己平静下来 我朝那极黑的地方扔了一块石头 片刻之后 我听见石头落地的声音 我松了一口气 鼓起勇气 又向下迈离步 我距离那一层黑色越来越近 我本能地对未知感到极度的恐惧 可是那一层黑色下面 似乎有什么东西 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欲 这股欲望 使我最终在毫无理智的情况下 穿过了那浓郁的黑色 然后 我看见了一具巨大的尸骸 脸上长有三只眼睛 它是被倒立插在整座山体当中的 它的头盖骨被坚硬的岩石掩盖了 那只树立的眼睛 恰好和地面平高 我停在离地面五六米高度的地方 恰好正对着它那第三只眼中的瞳孔 没错 它的眼睛是睁开的 尽管它的肉身已经腐烂 只剩众多骨骼 像承重猪一般矗立在这个山洞里 但唯独那三只巨大的眼睛 和活人一模一样 我想我的理智已经完全丧失了 恐惧过后是癫狂 我竟然下意识拿出手机 想要拍摄录制下这幅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 然而 拍摄的照片全部曝光过度 录音也全是电流杂音 我像是受到蛊惑一般的靠近了那只眼睛 我抬手想要触摸的 手掌却如同扶过冰凉的水面一样穿过了眼球 接着 我的整个身体也穿过了眼球 来到了眼睛的内部 这里面是一个无比广阔的空间 要比我本应该身处的那个山洞 大了百倍不止 半空中 有无数红色与黑色类似于神经和血丝的东西 它们交缠在一起 形成了一团令人恐惧又恶心的图案 它们蠕动着 像无数触手一般 当过了一定时间后 那些像触手一样的东西上 开始长出一只又一只奇形怪状的眼睛 在图案正中间 又出现了一张像是长着镊齿的嘴巴 粘液状的液体垂涎在嘴边 极端的恐惧 常常会以一种仁慈的方式 让记忆暂时瘫痪 当我昏厥又清醒后 我躺在堆积着石块的山洞里 我一时之间忘了 我为何会身在此处 直到看见散落在旁边的探照灯 录音器 以及一个A7笔记本 才响起来 我慢慢爬了起来 但是头疼欲裂 我不得不靠着石头休息 好在几分钟之后 疼痛渐渐消退 我环顾四周 这里的场景 与秋山和陶修红所说的并无二致 我在山洞里探寻了一番 也没有找到任何诡异的东西 可是手机里那些过曝的照片 全是雪花点的视频 以及笔记本上的凌乱不堪的涂鸦 他们无不在诉说着另一个事实 但是只要一回忆 我的大脑就像要爆炸的一样 因此我只能离开了洞穴 回到了家里 黑暗的屋子里 充斥着香辣之前燃烧后留下的味道 母亲跪在数个佛刊前 必演诵着道词 而我走得近了才发现 佛刊里供奉着的 赫然是人手蛇身的女娲 牵手的观音 摆头的佛祖 这一切都让我感到无法理解且恐惧 我逃回了卧室 把自己关在了衣柜里 这样狭小又幽暗的环境 竟然使我感到一丝平静 我猛然想起小姨说过 无眼也曾有过类似的行为 我的大脑突然清明起来 我连忙打开手电筒 找出随身携带着的笔记本 那一页又一页的涂鸦 分明于小姨曾拿给我看的 无眼的笔记一模一样 无数的线条与不规则的椭圆形交缠在一起 它们本来就不是文字 而是图案 是那个存在于 煽动尸骸的眼睛里面的图案 记忆回笼的刹那 我的精神因为承受不了 如此强烈的冲击而濒临崩溃 如果不是被困在衣柜里 我肯定会选择跳楼 来结束这种痛苦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渐渐恢复了一些意识 此时 我的双手已经变得鲜血淋漓 只将缝里填满了 从自己身上刮下来的肉血 而我现在的状态 与无眼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前 是何其相似 想到这里 我以自残的方式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爬出衣柜 吃了双倍剂量的安定剂 开始整理我所掌握的线索 我再次联系了秋山和陶修红 从电话里的声音可以判断出 他们的精神状态良好 在我的再三询问下 他们肯定 自己当时在下降的过程中 没有遇见那如同黑洞一般的空间 我想 我和无眼之所以出现幻觉 就是因为踏入了其中 想到这 我不由得又想起无眼问我的那个问题 那似乎才是一切的答案 我迫不及待地给小姨打电话 我需要研究无眼留下的所有关于神话的书籍 然而 我却无法联系上他 好在我有小姨家的备用钥匙 打开防盗门的瞬间 一股俯臭味道扑面而来 我瞬间有了不祥的预感 果然 小姨躺在客厅中间 早已死去多时 她的面部表情极为恐惧 和无眼跳楼前如出一辙 我来不及伤心 立马报了警 在警察到来前 我先去无眼的房间 找出来我要的东西 其中最让我在意的 是一本没有名字的藏语书籍 这显然不是原本 而是复印的 我粗略翻看了一下 根据图案猜测 这应该是关于密教祭司的内容 然而 我下午发给张远的消息 他还没回复我 看来我需要亲自去找他一趟 警察初步断定 小姨是自杀 他们无意之间透露出 最近接到的自杀报案很多 死者都是在极度的恐惧下而亡 也就是被什么东西吓死的 我心下惊害 于是在做笔录时 告知了我所知的信息 我请求他们上报这件事 让专人去调查杜江彦的那具尸骸 以及那个古怪诡异的图案 然而 他们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没过多久 就拿出了我的精神诊断报告 并劝诫我好好养病 无论我怎么祈求 都只会让我看起来 更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后来 一个与我打过交道的警察诚信的建议 杨帆 你应该住院治疗 事到如今 我不认为我的所见全是幻觉 我带上了那本藏语书籍去找张远 他对于我周末的突然出现很意外 我提及昨天下午发给他的图片 他却说 并没有收到任何图片信息 他把手机发给我看 上面的对话是这样的 5月13日下午2点55分 杨帆帮我翻译一下 张远 什么 而我的手机上 是显示图片发送成功的 张远看着图片 猜测应该是某些词语式为禁词 因此无法通过网络发送 我把手机递给他 他说 上面有些字像是范文 他需要查资料才能准确翻译 出于安全考虑 我并没有把印有图案的黄纸拿给张远 因为那个图案实在过于诡异 我害怕张远也不我后尘 过了半个多小时 张远神色凝重地从书房出来说 这个东西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我如实说了之后 问他有什么发现 他缓缓开口道 这是典型的邪教用语 群星归位 神母降临 献祭入身 天赐神性 永登极乐 不死不灭 神母降临 无言不止一次说过降临这个词语 我没有回答张远的问题 反而又催促他 给我讲解那本葬语书的内容 我与张远是多年好友 他尽管有些不悦 但并未拒绝我的请求 然而 张远翻了两页后 眉头越皱越紧 我在一旁抓心脑干 他却充耳不闻 两久之后 他和尚书目光呆滞地念叨着 这不可能是杜撰的 肯定是杜撰的 我见情况不妙 连忙拍打着他 让他清醒过来 在我的再三请求下 张远终于告诉了我 书籍中的内容 他说话的声音 透露出强装阵定下的恐惧 那是约几年以前 一位古老的神明降临了地球 他与当时地球上的物种 进行了交配 诞下的子嗣 那些子嗣 在严苛的环境下 依然地生存着 他们在漫长的时间里 悄然进化 形成了种族文化 直到六千五百万年前 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 导致了大部分物种灭绝 张远说到这里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也有部分物种存活了下来 其中就包括一些爬行类动物 它们经过几千万年的繁衍生息 在地球的环境 逐渐变得越来越适合 它们生存时 它们进化出了脊椎 四肢 尾部 这时候 神明再次降临 它把神星赐予了这些物种 并说 在何时的时机 它会再次降临 届时 它将带走它的子嗣 我隐喻已经有了一种猜测 然而这种猜测过于惊世骇俗 我几度张口也没法发出声音 张远点了点头 那些被赐予了神星的物种 与后来出现的物种 也就是原类又进行了交配 漫长的时间过后 诞生了兽人 经过了无数次交配后诞生的兽人 身上的神星已经被稀释了很多 但相较于几乎没有神星的物种 它们已经是无所不能的了 根据这本书里的记载 想要获得神星 就必须献剂肉身 然而 并不是所有物种 都能承受得了神星的冲击 大部分献祭的物种都会死亡 极少部分成功的 则变成了人类的神 人手蛇身的女娲 长着四张脸的皇帝 三头六臂的哪吒 还有那些凶神恶杀 异于常人的神仙 他们都是杂交而出的产物啊 我突然想到 曾在二郎庙里看见了幻想 难道二郎神本来是一名神性微弱的人 为了获得更高的神性 而献祭了自己 结果却失败了 所以才会沉湿在那座小山里 我多年来的唯物主义 受到了最猛烈的一次撞击 而张远的声音还在继续 随着越来越多 没有神性的物种诞生 所谓的神与人 发生了数次战争 最终 神为了地球的安宁 利用大部分神的神性 创造了一个虚无的空间 他们从此与人划清了界限 然而 由部分崇尚神性的人 仍然在进行献祭 供奉的仪式 他们想要成为神母的子嗣 最终能跟随神母 去到极乐世界 神母的形象是 张远颤抖着准备翻开下一夜 我挥过神来 立刻抢过了书籍 我心里已然明白 它是绝对不能被凡人指示的 我浑浑噩噩地回了家 然后烧掉了那本葬语书 眼看着它变成灰烬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样的东西 不应该被其他人看见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为何母亲不在家中 我被寻不到 心中顿时涌出一股诬陷的悲痛 就在我准备打开窗户时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正是我母亲 我连忙接听起电话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询问 就听见那头的人说了一个地址 但声音并不是我母亲的 却也有一点熟悉 我虽然觉得奇怪 但为了母亲 也毅然前往了 那个地址对于我来说 已经很熟悉了 就是都江燕的二郎庙 我到时已经是晚上了 我看到有一个人影 站在停车场 是杨卢 他脸上带着笑 不顾我的询问 把我带到了庙宇后面 通过一个极其隐秘的洞口 来到了地下 令我震惊的是 在二郎庙的底下 竟然存在一座颇具规模的建筑 建筑是正方形的 由八根粗大的柱子支撑起来 在正中间是一个机台 与书中描绘的别无二致 而我母亲 此刻正躺在上面 我目自欲猎 快跑过去 却见他已然没了气息 杨卢解释道 献祭失败了 我的情绪彻底崩溃 歇斯底里地质问他 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并没有因此生气 反而耐心地解答 你们见到了神母 如果不献祭 必死无疑 下一个就该你了 孩子 我站在原地 不愿接受献祭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你们 从来不曾发现真相 杨卢悲气道 如果简不是为了救我 他也不会主动献祭 变成那种怪物 以至于在我们杨家的血脉里 留下怪物的血液 但是到如今 我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杨帆 时间不多了 我震惊地看向杨卢 他竟然是二郎神的母亲 而我母亲和小姨 是杨姐杨家的后裔 这个事实 让我本来就摇摇欲坠的理智 彻底崩塌 杨卢亲手把我放上了机台 片刻之后 我感到全身奇痛无比 仿佛有千万张嘴 在撕咬我的皮肉 这种痛却 让我保持着清醒 我费尽力气抬起手 却发现 我的手背 手心 手臂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眼睛 我的脑子里 突然出现了一幅景象 天上的星星 形成了特定的图案 然后一团无数触手 与眼睛交缠的东西 从天空显现 他张开了巨大的嘴巴 年夜从中低落 他把一座散发着 盈蓝色光芒的庞大宫殿 吸入口中 随后瞬间消失不见 我清醒过来 全身上下的眼睛已然消失 可我却感觉到 我的视线宽广了很多 我不敢置信地 抬手摸上额头 一只竖着的眼睛 下意识闸动了两下 睫毛拂过掌心 让我毛骨悚然